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主内弟兄平安大家好 我叫王浩然 是王牧师 那么呢 我现在呢 正在讲一个系列啊 就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我经过几年的祷告 然后呢 最终我决定要把完成这个系列 一共分啊 这个五十讲 我要阐明这个 根据圣灵神对我的带领 圣灵的启示 阐明到底圣经讲的什么 那么 通过这五十讲呢 基本概括啊 这个把神 通过圣经 想个我们人所说的话 告诉大家 那也请求 那个各位朋友 主内弟兄姊妹 为我祷告 成就这项事工 求神悦纳 让我们一起 用我们的行动来荣耀神 现在特别提醒大家呢 然后呢 希望啊 这个浩然信仰人生频道呢 得到你的这个赞 这个支持 然后啊 这个奖赏 然后呢 把他这个推给推出去 然后呢 更多的人呢 知道 这样呢 我们建立一个平台 来这个送养神的名 然后呢 把这个圣经 把信仰 圣经的真理呢 告诉大家 把福音传出去 然后成就神的工作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前面已经讲了十二讲呢 我只是把最近两讲的内容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呢 我在第一十一讲里面 讲到了圣经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国家要实行法治 公民要有信仰 有道德 有文化 遵守法治 遵守 遵纪守法 服从全民 OK 那么呢 讲了第二 第十二讲 就是说 纪念约节 牢记神的拯救 与恩典 那么也要纪念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罪 死在十字架上 好 这是 那么今天呢 圣经要告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这个第十三讲 就是神掌管历史 神掌管历史 对不对 那么这个 人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OK 实际在掌管之中 那么呢 想要讲起 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不同的专家呢 可以可能 也不同的看法 OK 那么在中国呢 有人说 人民创造历史 人民创造历史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历史学家看来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可能 对吧 在这个历史学家 来看的时候 那么呢 如果是神学家 看来的时候 那么就 我们看来 就是神掌管历史 到底 谁说的 OK 谁说的最准确 谁说的最符合实际 OK 那么如果我们 从人类的起源来看 整个宇宙的起源来看 对不对 我们就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是吧 神 起初 神造天地 对不对 那么 这个起初 神造天地 这个天地 它不可能从一个点来爆炸出来 因为这个点是没有能量的 是吧 那么这个点 它自身也没有这个力量 去做这个爆炸 再说 整个宇宙 如果你瞭望星空的话 我喜欢 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看星星 我是比较喜欢看星星的 对不对 我爷爷小的时候告诉我 那有三星 是吧 那有 我父亲告诉那是北斗七星 所以我一直没有丢掉这个习惯 那么在 这是从星星这个角度看 真的是闪烁 那么每一个星星都有比较 自己的比较 这个 比较确定的位置 是吧 然后在 这个相互影响 一直在宇宙中相互运行 那么特别是让我们感到 这个 幸运 要非常奇妙的是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 在整个宇宙当中 就没有发现任何的生命的迹象 甚至连水都没有 在月球上 现在探测到的水 是微乎其微 不可能产生什么生命 那么 那么只有在这个地球上 然后有月亮围着地球转 然后地球在太阳上 它属于第三个行星 水星 金星 然后地球 正好离着一个宇宙单位 这么远的地方 离着太阳 太阳光 18秒 18分钟 太阳光照着我们这 那么正好 不冷不热 才可以有这个生命的 这个 这个生命的生存 那么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呢 那么告诉我们 神造天地 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 造人 那么整个历史 也就从那里已经开始了 那么神已经给你预定好了 神已经遇到了 他们从最早造出这个神来 然后又修了伊甸园 那么伊甸园里的人 亚当夏娃又被主出伊甸园 那么带着最被主出的伊甸园 再去繁衍 再去繁衍 那么整个过程 这个人在地球上就铺开了 现在有70多亿人 那么圣经它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人的历史 从过去这个久远了 是吧 你说人类记载这个历史 大几千年吧 比如说是五千年 也有说是六千年了 那么韩国人说 他们历史是八千年 是吧 对不对 那中国人又说不逊色 我们有多少年 是吧 那么有文字 记载的人的历史 最早也可能不过六千年 那么从这个圣经上 他怎么来说这个呢 那么圣经记载最早的人 是从亚当夏娃开始 但是并没有具体的年号 并没有具体的年号 那么我们知道圣经 记载的最早的亚伯拉罕 对不对 亚伯拉罕 他应该是在这个公元前 这个两千四五百年 那个时候 那么这个再往前推 那么就这个的 没有具体的时间了 没有具体的时间了 那么圣经哪些经文 告诉我们 神他是掌管历史的呢 哪有没有掌管历史的呢 我们看啊 在这个诗篇 有很多经文 谈到这个事情 诗篇第九十二章 第三篇 第八节 第八节这么说的 他说 为你耶和华是至高 直到永远 对不对 这里这个至高 不仅他站得高啊 是他那个位置高 那么从古到今 一直到永远 那么耶和华 他就在最高的上面 说明他掌管着一切 当然他也掌管着历史 他在这儿 他创造了万物 他创造了人 对不对 他后面的这个神 就一切的 他已经大概的过程 他已经设计好了 他已经给你设计好了 我们能改的是有限的 所以有改的有限 所以有的人呢 他要革命啊 他要是干着干着 最后碰着头过血流 OK 你看那个搞革命呢 在这国家用暴力手段 搞的革命 最后他还得用暴力来镇压 是吧 那么最后这个社会进步了吗 是吧 是吧 那你看进步了吗 有的呢 真的 这个你看中国搞革命啊 从那个孙中山先生搞革命 建立民国 那么毛泽东 共产党又搞革命 对不对 又搞革命 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吧 那么走了这么多年 从 走得好不容易走到改革开放了 人们可以比较自由的信仰 这个建立有自己的信仰 找着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这个事情 结果呢 现在又回去了 那个又回去了 管得又更严格了 对不对 管得更严格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 这个不是说我们能够掌控这个历史呢 对不对 这个历史呢 实际上是在神的手里 OK 在至高之处 那么你再看圣经啊 对啊 他诗篇呢 第117篇 117章啊 第1到2节 他说万国啊 你们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呢 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因为他向我们大使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神他是信实的神 他的诚 他是诚实的神 他所有的命令 他都会遵守 对对对对 他立的约太会 一直到永远 这是从这个历史长河上来说这个事情啊 OK 那么如果你在往后看呢 在这个诗篇102篇呢 OK 他这个第啊 这是第26节啊 天地都要灭 都要灭魔 OK 灭亡 而你却永远长随 天地都要 如外衣 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衣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 在历史改变不改变 那么怎么个运作 你是在奴隶社会 还是封建社会 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还是现在啊 我们 在上世纪啊 特别热闹的 这个社会主义社会 对不对 那现在美国的西部啊 加州 是吧 民主党也在搞社会主义性质的 是吧 现在大选的时候 选的这么激烈啊 所以这个过程呢 对不对 实际上呢 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制了 OK 那么人能做的 他是有限的 是吧 人 天的 叫天地都要更换衣服 天地啊 你让天改 他就改 天天改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大选的时候 不要太忧虑 不要太忧虑 人该做的事 你该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OK 你愿意参加这个选局啊 你就去热心的去参加 是吧 没问题的 是吧 这是神赋予的权利 而产生这个地上的王 神的仆人的过程 那么也是 这个产生这个过程 你也是通过你的选票 来这个正 这个协助这个过程的 啊 协助这个过程 那么这也是你应该尽得 尽得责任和义务 但是最终的结果 是吧 因为我们的一 神的意见 远远高过人的意见 神的思想 远远高过人的思想 OK 那么最终结果 神一定有他的美意 对不对 那你看这次啊 从三月份 二月 从今年一月份 一月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 公开公开的这个 武汉这个新冠病毒 是吧 那么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事情 非常这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神就是使用这次瘟疫 让我明白了很多很多 过去不明白的道理 看到人的丑陋 是吧 看到社会的腐败 是吧 看到人的软弱 是吧 还有呢 暴露着这个世界 已经腐败的什么程度了 是吧 所以呢 美国自由世界 神使用着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他们就开始啊 在他们炎炎一息 快要崩溃的时候 突然猛醒 是吧 突然猛醒 我们要回归神 回归神 是吧 所以呢 神又他 他掌管这个历史呢 什么意思呢 最终的时候 等这个瘟疫散去的时候 人与散去的时候 人也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对吧 人也看到人自身的罪恶 OK 那么呢 整个世界要进行新的调整 那最终的结局呢 他就会更符合神的美意 更符合神的设想 OK 神是一种看不见的手 OK 他是掌管历史的 OK 那么呢 我们就看上了 诗篇的第三十三章 八道十节 说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令就成立 你看了吗 对不对 你看的知识情况就是这样的 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当中 过程当中啊 那每一个部 是吧 让他们进加拿 他们就进去了 是吧 他们后来这个 让他们 他们要经过这个王 不同的王啊 然后建什么国啊 然后呢 最后被撸啊 整个过程 没有一部 不是在神的手里 等他们回归的时候 也是这样 对不对 那么世界各国啊 你看说 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没有爆发 其实这次世纪瘟疫啊 就有那种性质 是不是 有那种性质 那么说 那么现在的 过去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现在也是掌握在手里 未来也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那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啊 对不对 嗯 那么在这个 以赛亚书啊 那么说 刚才说的是旧约了 那你看看这个 这个整个人历史 现在怎么说 有有历史记载以来 六千年吧 是吧 呃 那么我特别看过 看过一些这个书籍啊 历史这个 是也算是一些名著了 是吧 他把这个 这个凯恩斯啊 什么的啊 他们就做了分析啊 分了多少年啊 农业社会啊 工业了 这个后工业了 啊 什么都都这么分的 那么在这个 我们呢 人类呢 开始说是旧约时代 那后来 他要进入这个新约时代 那么在旧约里 这个大先知啊 伊赛亚 他在这个伊赛亚书啊 第九章六到七节 他是这么说的啊 你看看 神怎么掌管历史啊 他说 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他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 他名称为奇事 测试 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拥在的父 和平的君 OK 他的政权 以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事 是国 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耶和的热心 必就这样成 必成就这事 神 他早已经 在这个 用这个伊赛亚书啊 然后在伊赛亚这个先知 早已经告诉我 这个人类的历史 最终会有一位 弥赛亚诞生下来 那么这个弥赛亚呢 就是 我们说的耶稣 这个耶稣基督 所以他 是吧 政权一定要 当在他的肩上 OK 等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就用爱 来征服了世界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啊 自从有这个 耶稣诞生以后 我们的人类的文明史 OK 也就是西方的文明史 它是基督教的历史 那么现在这个世界 七十多亿人 五大洲四大洋 是吧 那么整个这个 五大洲四大洋中 真正文明起来了 那么是基督教文明 OK 那么哪一个国家 能够吸收基督教文明 这个国家都发展下去 他们就建立 这样的法治制度 那么刚才我们上一讲 也特别给大家提过 要建立这个法治制度 那哪个国家 不遵守这个法治制度 他不建立法治制度 他不按照这个 圣经的教导 建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教导 去建立这个制度 那么不遵守这个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 即便是在报纸上 电视上 媒体上宣传的 多么天花烂锐 但是骨子里是没有东西的 是非常糟糕的 是非常糟糕的 是吧 非常糟糕的 而且他们连国家领导人的更换 就不能正常进行 不能正常进行 那么大多人 那么多人很痛苦 就是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照着这个神的话去做 OK 他们想自己为王 是吧 自己为王 OK 自己当上王以后 也不懂得圣经 也没有按照圣经 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对吧 他们不想看 不想听 也不想懂 OK 那我今天也特别借这个机会 如果哪一个地上的王 不管你通过什么机会 这个你得到这个王的权柄了 那么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都要说服你 但是你自己 你要顺服神 对吧 你要顺服神 你要千方百计的顺服神 对不对 如果你前面不懂的话 现在可以学习 明白 这个圣经的真理 它不仅仅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是神赐给我们的话 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OK 对不对 中国有一句话 什么 这个 这个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对吧 这里不是老人的问题 是神的话 你不听的话 吃亏在眼前 不仅仅是你自己 吃亏不吃亏的问题 是吧 这个你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的关系 但是呢 你的名 神的子民 OK 让你这里的子民 他们要受罪 他们要吃亏 OK 对吧 好不好 这是说 这是这个神的 OK 而且呢 在这个 我们说神呢 他不仅掌控过去的 而掌控现在的 而且是掌控未来的 那么这位神呢 在一副所书啊 第一章第十节 有一句特别棒 非常受用 这段经文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啊 他说 就按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是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对吧 对吧 哎 中国人呢 过去在这个 年轻的时候 上个世纪啊 搞革命的时候 要建立共产主义 那个是从产业上讲 OK 太低级 太朴素 太不错 对 因为建立共产主义 有一个前提 人人都得信神 人人都得信神 上帝 人人都得信 这位真神 可是你把这个 大前提给拿掉了 那么今天呢 那以夫所书 他说神是掌管万有的 掌管过去 现在和未来 掌管历史的神 那么呢 这个历史要发展到一定程度 发展到一定阶段 那就是什么呢 那么在日期满了的时候 也就是耶稣基督 他快要再来的时候 OK 快要再来的时候 他要到来的时候 怎么的 他再一次再来的时候 他一定是吧 要把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 同归于一 那就是耶稣掌权 耶稣完全掌权 对吧 他是天上的神 对不对 天上的神 到那个时候 那么他会成就了一切的律法 他有一切律法 一切都按神的旨意来行事了 OK 那些撒旦魔鬼 已经被消灭了 是吧 这个地上的 通过大灾难 也把那些这个 不顺从神的 不按神旨意 也消灭 也消灭了 是吧 最后神 他在天上要审判 那么呢 那些这个 这个不信的 那些不按的神旨意的 那就关到那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硫黄 硫黄 硫黄湖啊 这个大湖里 给烧去了 都烧去了 所以呢 最后剩下的 那么就是在耶稣基督 通过于一样 所以人类历史 就在神的掌控之中 OK 从七初的创造 从过去 到现在 OK 那么到 一直到未来 那么到最后 到未来 启示录的时候 那么在 第一章第八节 他又说 主神说 我是Alpha 我是Omega 我是习在 今在 以后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他从始至终 对不对 他包管了一切 他掌管了一切 那么最后 他是全能的 他是全能的 对不对 那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OK 那么主耶稣啊 他最后 有一节经文 在这个马太福音 24章预言 这个主耶稣 他再来的时候 有两节经文 两三节经文 我解释 解释 可以大家 最后可以分享一下 对不对 他说呢 这样 你没看见 这一切的事 应该知道 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说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 但但日子 在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 也不知道 子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所以 这个整个人的历史 是在神的掌控之中 OK 那么呢 他呢 过去 现在和未来 那最后呢 那么耶稣基督会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辰呢 只有父知道 对 只有父知道 那么都在神的掌控之中 那么我们能做到 现在什么呢 珍惜每一天 好好过一个 敬虔的生活 是吧 然后呢 荣耀这位神 OK 预备我们的心 来盼望 这个耶稣的再来 让这个 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能够获得永生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就把 这个神掌 这个圣经 到底讲了什么 神掌管历史 这个主题呢 给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你喜欢 那么请把这个题目 这个 这个这个视频呢 介绍给你的家人 朋友 同学 同事 转发到你的群里 让每一位 这个都能够有机会 认识这位真神 能够了解 认识到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 那么圣经呢 它是我们的 这个生活的指南 生命生活的指南 也是我们人生的钥匙 好吧 极其宝贵 我们 好 谢谢大家 好 再见